还有2024下架民进党 才是台湾民众唯一的出入 台湾水产再到酒类饮料 中国一声禁令就不给进口 难以怒哄执政党没有及时止血 2021年的8月 就非常积极在辅导他们的厂商 所以他们的厂商几乎是全部的 成功重新注册 我们的农委会老实说 他只懂得傻地跟补贴 在野党直指错都在政府 但这也等同和中国口径一致 国台办否认卡台湾食品书中 问题归咎在蔡政府 不只伤害民进党威信 更裂解台湾团结 甚至连带影响到2024 判让亲中政权上台 已伤逼政再已经促统 任制作战的时候 共和普适的成功 在这些人的时候 也没有退台湾人公存 国民党要明察这样的事实 不要说这个歌谷唱歌 绿委呼吁在野党团结 但蓝莹也要政府赶紧想办法解决 到底除了中国大陆 我们有没有找出 另外的替代市场 不应该只是用口号 补哪些文件 补哪些资讯 这个中国才会认可 才会认为合格 但是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所有的沟通的平台都已经停摆 而且是中国方 单方面的停止任何的沟通 而蓝莹更批政务官有失职守 点名薛瑞源 陈吉仲 苏建荣等人下台 面对中方的特别处理 台湾积极要对话遭已毒不回 只剩下有苦难言 近新闻 林亭方伯峰采访报道 林亭方伯峰采访报道